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大概几个步骤,我们就完成这个动作 其他的部分当然还有 资料剖析,你除了用VBA里面的Splitter之外,其实也可以用资料剖析的功能 只是你会发现,这个是录下来的聚集 录下来的话,大概至少是几行程式 如果你用Splitter的话,就一个回圈,加上一行程式 当然以精简的程度来看,还是用Splitter比较简单 不过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写 如果以后遇到的话,你可以把今天讲的当范本 拿来做修改也OK 其他的话,还有什么,你可以统计大乐透的结果 所以你又可以知道说哪一个排名最高 其他的话,这个是前面我们有做过类似的 待会的话,请各位再帮我看一下零四部分 就是开启那个雅虎的这个股市资料 那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用刚刚的方法来做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如果第一个 我们可以连接到那个雅虎股市 雅虎股市的网站在 你们找一下雅虎 雅虎的部分 就是这个网址 水泥个股 OK 我把这个地方 或者你们可以开这个底下这个 就是雅虎股市 那其实最早我是教下面这一个的方式 那下面这个方式的话,你可以连到那个雅虎股市 那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水泥个股好了,比如水泥 那我希望把这个水泥这一个表格的资料 来帮我下载到我的Excel 可是你会发现哦 假设这个,我把它这个复制一下 这个网址 然后如果我今天呢,假如说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用一样的方法,资料从微博的话 把它贴上到 那一样哦,跟刚刚的动作一样,那你会发现呢,会有个问题 把这个打勾 这个,这个是我要的,打个勾 然后把它贿赂哦 那你会发现呢,会有个问题哦 这个 这个网站有时候会卡卡的哦 然后呢,它下载下来的东西哦 会发生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 就是下来的中文字会变成乱吗? OK哦 那后来就有同学问说,那这怎么办哦 我后来找一下 里面好像没有语系相关的设定 其实它应该就是语系的地方哦 会出问题 但是我怎么找哦 都找不到那个query table 里面针对那个web的部分 网页部分可以去选择那个语系部分 所以这部分呢,就变成无解了 变成说如果你今天要抓那个Yahoo股市资料的话 这边现在就可以了哦 那假设呢,你是用那个query table的话 得到的结果哦,就会是一堆的乱嘛 以前旧的版本不会哦 现在新的版本就会 到底是哪边出的问题啊 也不 也不知道,也许是那个Yahoo的网页里面是否加了什么东西 也许啦,但是假如说query table做不当 比如说你会发现这个不OK 那之前的方法就不行了 所以后来呢 只好呢,这一条路走不通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你可以用 一样哦,开启那个 单元06里面哦 我们用什么IE物件 就是0是这个地方 那其实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你会发现第一个 我刚刚下载的东西就长这样的,哇乱嘛 那我如果用IE物件的话 那下载的东西呢,就不会有刚刚的这个问题 不过呢,如果你用IE物件来下载的话 那其实有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程式会比较冗长 而且里面要撰写的程式的难度也比较高一些些 因为等于就是怎么样呢 把IE浏览器整个呼叫进来 到VBA里面 那我们可以去控制什么IE浏览器 用什么控制,用VBA控制 也就是VBA可以什么 丢一个网址给IE浏览器 然后呢,当它那个浏览器载入之后 我可以把这个浏览器里面呢 所显示的所有资料 抓取我要的那个部分 放到Excel 也就是说呢,它甚至可以去控制那个 IE浏览器,浏览器里面所有的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喔 如果用这一招 基本上呢,只要你那个网页里面有的东西 都抓得下来 但难度相对有较高 至于怎么做,请各位先试一下 试试看喔,这个部分 这个网址在这边也有 所以也许我刚才把这个 也顺便扣一个放在这上面好了 如果各位要抓的话 除了说可以开另外这个档之外 也可以直接开零四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 如果我今天改用IU物件的话 怎么去抓取刚刚的 那一个Yahoo的资料 那一个Yahoo的资料 那一个Yahoo的资料